从来没有这样过 为什么要跟我划清界限呢 难道是讨厌我了 好久不见 你怎么过来了 是找错门了吗 怎么会呢 哪能一错再错 认为偶像派是傻瓜 那就是你的偏见 我就是过来找你的 找我 专门过来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干吗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我们之间好像是不可以 高高兴兴谈话的关系吧 干吗呀 还在为上次游乐园的事情生气啊 开个玩笑而已嘛 干吗放在心上 有什么事情 你就赶快说吧 说完赶快回去吧 没什么特别要说的 只是过来接施雅 顺便过来看看 你要不要去派对 派对 诗雅没告诉你啊 每年演艺圈 都会举办类似联谊会的派对 我跟诗雅约好了 今天一起去参加 既然你知道了 也一起来吧 我邀请你 江南站十字路口 沐泥酒吧 看样子 诗雅是没告诉你吧 我以为施雅一定会告诉你的 既然没说 这下可严重了 她最近兴趣有点低啊 那 那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呢 好了 你加油 走 我先走了 我在楼下了 你出来就好 你先走了 穿这么好看 什么呀 诗雅 你不是说你不想去吗 结果穿这么漂亮 那也不能穿休闲服呀 我可是模特 被拍到怎么办 我可要二十四小时戴装 光彩照人的出现 你不戴装也好看啊 你过来 是怕我不过去吧 算是顺路吧 先上车再说 我提前说清楚啊 我进去一下就算 知道 知道 说不定去了 就觉得有意思了 对了 对了 实换一会儿会来 实换 人类去干什么 来接我呀 我叫的 你也太随便实换他了 真是好奇 你们的感情 什么时候能摆 我们俩天长地久 你就别操心了 虽然种族不同 但是感情却是真的 你这话说的 别担心了 什么样的 不要 gia 你这端都会有每年演艺圈 都会举办类似联迹会的派对 我跟上阿约好了 今天一起去参加 没出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 按照您的吩咐 把它关在这里 虽然没有阳光 也不能见外人 但至少不会再受到折磨 你留在外面吧 可 可是 你应该吃东西了 我没有把名单给你 你是怎么辨认出吸血鬼的 我们内部有谁叛变了吗 你知道了 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不是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什么 既不杀了我 又不放我 跟我在这浪费时间有什么用 很抱歉把你关在这里 我之前也跟你解释过 我现在还不能放你走 也不想你死 所以 你想要什么 想看什么书 想买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告诉我 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满足 唯独 你现在不能出去 你让我信你的话 你把我关在这儿 你让我信你的话 你要么放我走 要么死在我手上 你选一个 等我死了 你就可以出去了 我被称为自己亲口 你只是跟我乱 你不知道 赶紧 但是因为你有什么 你们要先力量 你为什么要你 我告诉你 我叫你 应该存在在世界上的物种 因为体质的原因 最长寿的也活不过三十岁 我今年已经二十七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等我死了 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 你是说给你能量吗 我活不长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活下去 无论是人还是吸血鬼 我都不希望 他们像我一样活得这么可怜